友邦海地总统53岁的摩伊氏 7日凌晨传出在四宅遇刺身亡 第一夫人马亭也受重伤 送往美国迈阿密治疗 消息震惊全球 海地警方初步追查 表示涉嫌暗杀总统的人 已有四名拥兵遭到击毙 另有两人落网 接管国家的临时总理乔赛德 在暗杀发生数小时后 宣布全国进入戒严状态 谴责犯罪 呼吁全民冷静团结 海地是加勒比海岛国 饱受飓风和地震等天灾袭击 深陷贫穷和人道危机 海地政坛分歧 摩伊氏2017年就任 在位四年多换过多位总理 国会原定2018年举行选举 但发生摩伊氏任期 核实结束等争执 选举遭到延期 之后摩伊氏以行政命令统治 引发宪政危机 最近几个月 抗议群众纷纷走上街头 要求罢黜摩伊氏 海地和台湾建交65年 总统蔡英文2019年7月 曾出访当地 受到摩伊氏以军力欢迎 针对摩伊氏遇刺事件 蔡总统以推文表示 代表人民和政府 对摩伊氏的逝世表示哀悼 盼第一夫人早日康复 并在这个艰难时刻 与盟友同在 庄社综合报道